你们现在说完的是一个圈吗 你们所有人都可以 对 所有人都是屁股往后 一步就可以 其实还是一个正常的圈 来 第二遍 准备 开始的地方 到底游躺着奇事的海洋 面对面同学们似小红妆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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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月是妄想开始的地方 那你散发着迷人的方向 手搭手搭不开你的树啊 手搭向未来 轻换梦放 手搭是我的路线开始的地方 终于我 有微笑 一个微笑 前面也不错 前面那集也不错 主要是摄像要点特别的就是 一跳就加速 一跳速度就快 我觉得它也可以 所有歌人用两杯速唱 我两杯速的话 觉得也任何人跳得起 真的吗 我这两次 我相信我 我这两次算一样生日公演 我们所有一拍 然后那个以两杯速的速度来跳 加特兰迪斯那一拍 两杯速跳跳 也可以 我也想用 其他没啥吧 都还不错 谢谢 谢谢 下课吧 这圈感言 来 来 放元说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我跟说你今天 你的solo站在那儿就像个木头人一样 可以 就是大家都是还有眉目传情的感觉 流行男歌手都是比较高 你就跟他站着唱 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pose了 流行男歌手 你根据歌词想想动作 她那歌词说我们点亮了什么人生的灯 你看 姐姐你发现了吗 她没有背下词 她连词都没背下来 大我 没有 就是那个 有一的花朵 人生的灯塔 对 人生的灯塔 我什么灯塔 我跟她灯塔 你看 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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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的就花开了 可能 发生源将来从幼儿园 穿过来 我还是刚过来 中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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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会答问题 嗯 我抢答 就是有一天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嘛 那天晚上 挺晚的了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我 张志杰 小老师 我们在房间里面开电台 突然间 有一个人敲门 他不说 你知道吗 他就敲敲门 他又跑了 反正又敲门又跑了 反正就我们就特别害怕 因为那天下午的时候 我就看那个抖音上面嘛 就有刷那种明音视频的 嗯 我好喜欢看那个 我也喜欢看 就是还有那种电影 电影翻拍什么很短 反正就我特别害怕 我们就想 不知道是哪个 憨包你知道吗 憨包 憨包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词 我也知道 憨文啊 就他又不进来 结果 我们就开始第一轮搜证 就开始对时间线你知道吗 第一轮搜证 你还在基本上 对 就开始对时间线 就是现在那个 开电台嘛 大家都问粉丝 是谁在直播完之后 但是粉丝说就是没有人 但是有一个行人 我发微信说真的好幼稚 还还不成 结果就是他这个 憨包 憨包 我弄想问一下 他是就直接敲你们 是要有事吗 还是就是敲着玩 他都觉得好玩 那是真的有点憨包 就是吓你们的 啊 他是这么吓你们的 他就觉得 不急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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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救 那么我们 想躺 对 你知道妈 我那天 我那天在宿舍里头 好像下午的时候 第二天我们好像周日 周一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上课吗 我在宿舍里头躺着 你突然躺着 你们宿舍好像就在我 就在我旁边吧 有一天你跟小李大海 不上课 第二天没有课 我这人都倾听出去了 我突然 我说 第二天是没有课吗 他就 没有课 然后我就回家 第二天没有课 我现在读到的 大老师也是这样的 就是 等我跟小老师想 就是第二天看我们俩出去 穿小JK 拍摆照片 我们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好像听到他们说不上课了 然后 保德你也来了 不解呢 不上课 不上课 听你说的吧 对可能是我们 不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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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一遍 不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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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要课 那你说说说 不要说 我来说 我来说 前队 危险后背 天呐 跟你有意见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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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不是这样子 没关系 是 他以后不用来商店 不上课 吃到狂乐咋 最长的 没关系 是我跟小老师约了 我们俩要去花花 晚上就在那里吃点东西呀 你对的 就叫我去点东西 他说他要吃你 他说他要吃你 吃掉了 其实我还挺好吃的 我还洗白白了 那你对他们这种行为 那才高级的是 居肠stuff香菇姐姐 这个行为容易发泡 这个行为不太好 要减肥 但是我也通知到大家了 对吗 对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还想 这人有可能在这躺着 还怎么办呢 突然 没有客 没有客 好吧 头也不行了 练也不行了 就可以再躺一天 好 到随小燕了 我们宿舍其实最近很开心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寻衣容 所以要不要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吧 还有 没有 不知道 跟着你们 好了 我们最近的宿舍 因为我们最近大家也知道 我们宿舍最近来了很多嘉宾嘛 哇哦 然后宿舍也来很多嘉宾耶 哇哦 哇哦 就上海成员 上海 为什么 哎 我的家宾也去了你们的房间吧 我的家宾也去了你们的房间 我的家宾也去了你们的房间 对对 好 都孤立了 都孤立了 没有人来我们的房间 是来吗 那我们去你的房间吧 你们知道吗 张笑语 严肃小燕 张笑语 已经都在我们房间 张笑语 那我也知道了 去一闻的洗澡机也在我们的房间 看完去一闻 你们发现有什么 我们只有寂寞 寂寞寂寞 好 没事 我发现只有你们的声音 感觉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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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站会儿随位 体验一下孙小燕的位置 来 我这个身高不配 你厌忙 你咋回事 你确定厌忙 然后最近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很多成员们回来吗 然后我们房间有个榻榻米 然后就为成员回来睡 然后每次他们回来 我们都招待他们睡在地上 他们觉得很好 所以最近 这就是我们房间的房间 他们房间真的好好看 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我发现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说到这个 唐英就有话要说 我有话要讲了 就是 就是我第一次去孙小燕房间的时候 他们房间有两张床 一张床的就是那种梦幻公主床 这两张床是梦幻公主床旁边的女仆床 我以为那个女护手 是 是张康慧弟 是孙小燕弟 因为孙小燕这种铁梯 怎么会是工夫床的 我第一次讲的 她的床还塌了 就是我的咨询 我一进去 我说这个床好看是好看 怎么是塌的呢 你们知道吗 那个床是我在小树那儿 画了120买回来的床 这个床塌了 这个故事我已经听了十遍了 这个床塌了 就仿佛是我的房子塌了一样 因为那就是我的房子 你们不觉得那个床很好看吗 最近我换了新床单 欢迎大家过去看一看 新的床单很有 现在邀请我跟你同床都整了 那当然是吧 我之前有洁癖的 我的床车也不能整 你只能睡我的地上 我邀请你睡我的女仆床而已 正会邀请你 正会同意的 正会邀请你正会同意的 正好是 正好是 请大家欣赏 接下来有点几个 接下来 接下来 古诗教 一切 一切 唐人会不会跳这个 唐人会跳 一切 八二一 走 肩膀 对 我们给大家来一遍 一千零一 来 给你放歌 放歌 这没有 真的放过了 放过了 放开了 好 抑郁风情 五眼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灯光是不是很迷幻 快focus 上去focus 有focus吧 你还不如我 我来跟他 旁边跟他 走 走 更快 不行 我今天画的这个妆 今天是影棚给我画的妆 这很长 好漂亮 我真的很生气 这是一千七该有的妆吗 这是一千七百块的妆吗 你好放了 下眼 你们这影响是上七岁 上七岁 上七岁 看过的都说好 看过的都说没有 大家快点点赞三连吧 顺便支持一份我们的观伯娘 好 好 拜拜 接上一条 姐姐关了之后的 带着大家 带着游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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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